宋来理学大师朱熹呢 曾经来过泉州 那他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泉州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那我为来到泉州 也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泉州 那就是此地古称东方第一大港 满街都是文物古迹啊 那不是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地上文物看山西 地下文物看陕西 那同样的呢 我觉得泉州也可以应用这句话 因为真的是地上文物看泉州 地下文物看泉州啊 那其实啊 整个泉州的经济繁荣呢 不只是停在过去 可能是因为从古代留下来的 经商协议的关系 所以整个呢 泉州呢 在福建来说啊 他的经济实力 或是经济的总量呢 堪称是福建第一 走在路上呢 你就可以感觉到 整个经济繁荣呢 带给泉州的活力了 东方低大港的泉州 是外国商人的淘金宝地 在泉州的闽南建筑中 散落着众多的历史遗迹 阿拉伯风情的清静寺 印度教雕筑的开源寺 还有世界唯一的名叫 模拟光风 再加上少不了的本土神明 泉州成了各路神仙停留驻足的 神仙驿站 泉州呢 有这么一句话说 做人要站着像东西塔 躺着呢 像洛阳桥 那东西塔呢 这个泉州的地标性建筑呢 就在我们现在要来到的 开源寺里面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了 那开源寺呢 算是整个福建一个 最大规模的四面建筑咯 听说里面呢 还有一个外国传来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呢 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解密吧 开源寺坐落在热闹的 里程区西街上 有人把他列为 中国四大名寺之一 和洛阳百马寺 杭州林影寺 北京广济寺齐名 开源寺始建于 唐朝武则天垂拱三年 也就是西元六八七年 关于开源寺 有个神奇的简寺故事 此树生莲垂拱天年 之力五坏以泉齐天 现在在我们的旁边呢 这就是桑树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的树林界 一千两百多年了 据说呢 这个桑树呢 跟我们的这个开源寺 创似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师傅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本来这里有个姓黄的 黄手工嘛 这块地本来是他的 然后有一个师傅说呢 说要在这里建一个庙 他说原来自己的地 怎么可能会送给别人做那个呢 除非这棵桑树生了莲花 然后他才可以说建这个庙 结果 结果真的开了莲花 所以才会有这个庙 所以难怪这里刚才写 你看 此树生莲垂拱之莲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形容 当初那个树 桑树真的长莲花了 是啊 结果在形容那个故事 所以才会有这个开源寺 原来是在桑树跟开源寺 有一个奇妙的观点就是这样子 桑开白莲的佛法无边之说 在泉州世代相传 开源寺也得了桑莲法界的美称 这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下 开源寺的香火一直很盛 不过如今来到开源寺的人 还是以外来的游客居多 很多都是冲着东西塔的名气而来 走在这里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泉州人说 做人要上东西塔了 那你躲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好笔直 而且你一定要抬头挺胸的 才可以正视到它 所以做人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也悟出来了 那我现在开始抬头挺胸 带大家逛这东西塔了 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塔是西塔 那其实它一开始是木结构的塔 后来重建之后就变成 我们现在看起来像石塔的样子 不过你看看那么高那么多层 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这样堆叠起来的 而且我知道泉州有一年的大地震 高达八级 它一点都没有倒塌 这真的是相当的厉害 那这几天我会在泉州 其实从市区各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西塔东西塔 因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 好壮观 结果没想到近看 其实是很细腻的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 神明的形象 而且感觉都好像在说故事喔 有笑得好开心的神明 又有那种看起来很威武 很壮观的那种武将的气势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进去塔里面 据说呢 这是要经过特别深情 一般的游客可是看不到的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画面 可说是第一手的独家画面喔 很珍贵的 就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吧 七塔的正式名称为人寿塔 塔高有44.06公尺 它的建筑形式和我们之前去过的 十十六圣塔很像 因为都是宋代时修建的石塔 在当时要修建如此规模之石塔 所需的人力 物力及工艺技术 都充分显示了群州当年的繁荣盛况 在海上四路年代 印度远来到泉州做生意 同时建起了一些印度家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一次识破天津的出土文物 揭开了泉州先进佛国的精彩历史 佛教寺内印度教 清真四旁式道观 泉州俨然成了世界宗教融合的 最高殿堂 现在来到了四楼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塔里面 不随便开放游客参观 因为里面其实真的还蛮危险的 因为我们知道塔高很高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的阶梯 你看这里 其实是很陡很陡的 所以每跨一步都会举步为街 而且它的木阶梯 其实有些是斜斜的 所以感觉很像 如果你没有抓完 你就会跌倒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到四楼呢 是因为我刚刚听师傅说 在外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刻 是孙悟空 可是我刚刚从影远看的时候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不知道近看会是什么样子 过来吗 小张哥 一起啊 真的 真的 真的是孙悟空耶 不过呢 近看就会发现它的 它的脸长得跟我们一般看到的 孙悟空的样子不大一样 不过呢 真的是比喻人看 看起来很像很像很像 那它手上拿的是金箍棒吗 是借刀 手上拿的是借刀 那它头上真的有戴那个锦箍咒 真的是孙悟空耶 那听说呢 在这里除了这个很特别的孙悟空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有胡子的观音 不过我找了很久啊 都一直没有找到 那师傅呢 我问他说 他也说他曾经听过 不过他也没有看过 我现在有比较熟悉这个地方 那你看那边 那边呢 就是东塔 那东塔呢 其实跟这里一样 都是原本是木结构的建筑 后来因为改建 变成现在的石塔 那高度呢 比这里又高了一点 这个呢 他看上去是塔中之王啊 那待会呢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带大家过去看看咯 东塔名为正国塔 高48.24公尺 和西塔一样 每一层的每一面壁 都刻有精美的浮雕 实在是件艺术珍品 石塔之王的名号 可说是当之无愧 离开东西塔后 我们来到了大雄导殿